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得非常密切的一种江湖棋人的生态 叫采棋 什么是采棋 顾名思义就有点采头的棋 动点输赢的 直白说就动点钱 因为过去下采棋的建国以后一般来说就不让下了 或者说公开的下就不行了 所以很多棋手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棋手 他们都没有经历过那种茶馆采棋的时代 真正经历过的建国以后我们熟悉的棋手里 可能就是阎关林和盛安这些人经历过 你包括像王家良 就这个数数这个辈分的棋手 他也没有经历过茶馆采棋 可是他也确实从采棋当中得到了好处 不是经济上好处 而是棋力提升 当年王家良来到北京下棋的时候 路边有人摆着棋摊 有一个人跟那下一盘棋 一块钱两块钱来 那会一块两块购买力挺强 王良在那看 看了半天他给支招 这大哥的支什么招呢 按他说的还赢了 说我可以下跟他输 你来下来 王良说我不能下 为啥没钱 我有钱了 这下棋的人给他出钱 结果王良水平当然比百摊的高了 起了咔嚓 宰了一个好几盘 还挣着钱了 他就发现北京这块过去 这下棋挺好 后来经行的人介绍 他跟北京很多名手交上手了 像侯玉山这样的 也是双方定好的下棋棋 这一下棋棋一动输赢的 那不一样了 因为原来北京这一路棋 不拿外乡人当回事 谁知道你东北有王家良 来来 你这水平我跟你下什么 可是一动上钱的 他就认真下了 这一认真下 你说这棋的锻炼价值不就大了吗 王家良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涨了棋 包括后来海内第一高手 杨冠林第二高手和尚安来北京下棋 都跟王家良交手了 那么可以说王家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采棋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流高手认真跟你下 所以我们说这个采棋 在向其的发展过程当中还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下采棋多种多样的形式 最好的一种形式 就有点类似当年吴清源 吴清源那个时候 在民国的总理段祺瑞的府上 段祺瑞这个人 相对来说把自己的围棋水平很当回事 也自视甚高 经常的跟下半人下棋 我让你两子让你三子 然后动钱 当然他这棋力很难把人都赢着 所以输了你就给钱 等于客观上资助棋手的生活了 当年吴清源就在这方面得段祺瑞接纪 后来又把吴清源送到日本学棋 所以段祺瑞当时对民国为棋 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你要碰出这么一个大金主 那是最好的了 像我们前两期讲 董文元碰出张大儒不也是吗 自助的很好 还有一种情况 你碰出那将的 这也是好办法 采棋 你要真碰一阻就不服输 人有时候你记住那么句俗话 叫淹死汇水的打死江嘴的 他就不服气 他这一不服气 气往上撞 失去理智 就愿意掏钱跟你下 有不少江湖骑手 就靠对方失去理智了 他好挣钱 有那样的人 我就了解到浙江有一个私企老板 骑走的照理说不错 可是他对自己认识的定位不正 认为自己能跟大师一级的交手来 说我跟你也就差了一千两千 其实他至少差出两三千开外去 结果他就找到浙江一位大师 下 本来人家的实力耐熟能让他三千 他不接受 让两千就行 那不找着输吗 输了多少盘 回去研究 再来了时候两千都不行 咱俩一加二的 这一盘让一千 一盘让两千 那不更得输了吗 后来回去研究再来找来 怎么下来 咱们放盾 什么叫放盾 我赢你一盘算两盘 你赢一盘就算一盘 你就让我尝钱 那不更找着输吗 你一盘都别想赢 这象棋这个东西 不像说咱乒乓球 一个回合 我万一发擦盘球 我就赢了 有滚网球我也赢了 没有意外 你只要对方神志保持清醒 你想从高手手里拿一盘鸡都困了 所以这么个主 据说在前年后后四五年功夫 大概输了个五六十万 给这个棋手 这棋手靠这个就发家支付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 我刚才说的打死将嘴的 还有从历史掌顾 什么 我们挖出一则故事 有意思 当年月东三分之一 中贞 中贞极擅长下彩棋 他干过一个什么事 特好玩 越南有个棋手挺厉害 现在咱们看越南也挺厉害 像阮城堡什么的 过去梅清明和陈文岭 棋都不错 越南有个高手 经常到广州这来下棋 彩棋下的也好 让子棋也好 挣着钱了 一般在广州 他一待待两月 一到这秋天 气候稍转凉了 他回越南 回越南从哪走呢 从广东烧馆过去 借到广西 往云南去 这中贞的不干别的 我在广州 我不盯着你 我就在烧馆等着你 反正你得从这走在这儿住 我登门找你下彩棋去 当然中贞的手段非常高 呼呼呦呦的让越南棋手 总觉得能赢 我自个儿失误了 不是他水平高 结果中贞连着四五年 每年一到八月份 必到烧关等着这个人 这也齐了惯 越南棋手就降 我在广州赢了钱了 到这儿 我怎么就输你了 今天下不过 明天接着下 连着四年都是在广州赢了钱 到烧关这儿 都给中贞送去 所以这就我说 淹死汇水的 打死降嘴的 你这人要降 那算是碰着下彩棋的好主 当然绝大多数是彩棋 不是这种形式 而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 杀水鱼 什么叫杀水鱼呢 其实就是宰外行 宰妹怎么下过彩棋的 或者下了彩棋呢 他的招法也不是很高明的 再这样 当然这里边他的技巧 我们说技术含量 其实是很高的 它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盘里的 一个是盘外的 盘里的技术是什么呢 比方说两个人下彩棋 假如说 我要是一下把你杀得齐了咔嚓 下次咱俩再动彩 你还能下了吗 即使下你也得让仙 得让木子 所以你得什么呢 不能把它惊着 那么盘里的技术指什么呢 比方说啊 这个棋明明我中盘 气了咔嚓 力量大就可以给你杀碎了 不杀 慢慢拖延 比方说明明我这 狙炮兵能阻杀了 不着急 假装故意的还丢个兵 然后走到残棋呢 我这狙炮双兵 对你狙马 那我尾营 我慢慢磨着 赢你 那么给被让的地方感觉什么呢 好像咱俩这实力差距也不大 这是一个 炖刀拉肉 第二个呢 是在下的过程当中啊 明明是我已经见到这个机会了 我也不着急动手 我呢 反而走得稳健保守 你来攻我 来来来 你攻我 这下手棋 攻着攻着 攻出漏来了 我再捡着反击赢你 这样就给下彩棋的另一方 以为呢 这棋不是你攻我赢的 就是我没做好 我失误了 我只要稍微的啊 想到这儿了 再提高一点 看到这招了 我就赢你了 所以他要给对方一种呢 永远是这棋里很接近 我差一点就赢着你了 可是那一点呢 可差多了 是人家有意放给你做出来的 所以真正的采棋 有的高手是按这方式下的 你看着他在那也不着急 慢慢腾腾的等你漏 总让你觉得有希望 但你总也够不着 所以采棋 对整个象棋来讲 技术的提升虽然有用 但是对于你想赢钱的话 你就要在盘面上使一些招 这些招法往往跟象棋技术的提高 关系就不大了 所以我说 这是盘里的招法 还有盘外的招法 盘外招法其实跟骗招就没区别了 一般人他刺激你 咱俩这盘下完了 一盘十块 这盘你输了 总觉得差一点 再来一盘还十块 两盘输了二十了 他提了 这也快天黑了 咱俩二十一盘的 你要赢不就都赢过去了 你这琢磨 这两盘我就是有点漏 我说没漏我就赢他了 其实那破绽都是人家故意卖给他了 行吧 二十一盘又输了 再来一盘谁又输了 这么久咱俩下四十一盘的 你就都牢回去了 又四十一盘 一阵劲往上涨 到最后你不知不觉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输好多钱了 事也晚了 温水煮青蛙 这也是一种盘外的招法 刺激你上当 还有一种方法 这就是江湖骗局了 比方说你总来茶馆 你看 这人下散奇 那人下散奇 假如说我是个高手 你不敢跟我下 你值得跟我之间得掐两仙 即使我让你两仙 你也不一定敢下 这时候我知道我赢不到你钱 怎么办 我找个偷 比方说我找刘大华当偷 大华我们俩面对面下上来 我假装让刘大华两仙 当然你得不认识刘大华 我就说这意思 我让刘大华两仙 结果刘大华走多少盘输给我 两盘三盘四盘输 我赢着钱了 你不不敢跟我下吗 你站旁边看 看我跟刘大华下 刘大华老梁让他两仙 大华都赢不了 这臭旗子 这时候我就提了 你不想玩吗 兄弟 你不敢跟我玩不要紧 他你也看出来 我让他两仙 我也能让你两仙 你俩下 你俩分仙下不就完了吗 这时候你不知识计 你琢磨 老梁让我两仙 我还能顶一阵 他是让他两仙 他都顶不住 那我俩平下 我肯定赢他 来吧 你哪知道 刘大华多大高手 比我厉害多了 所以你跟他下不找死吗 平仙下 所以这就是常见的一种射头方式 当然了 比较极端的例子 我最后再给大伙说个故事 采奇的故事 前面我不说到忠贞了吗 这个忠贞不光是说切外国人 切下手 跟他同行这些 他一样有骗招 而且骗得很精妙 这是说当年忠贞呢 从这个广东到上海 上海下旗舰有一个高手 叫李武上 人称白莲教主 他为什么管叫白莲教主 李武上 不光骑走的好 这人还有点势力 下边有茶园或者其他产业 有俩钱 但是骑也是上海的一路骑 忠贞和李武上两个人水平 忠贞要略高一点 但是你略高一点 你跟李武上下彩棋 你想赢 人家知道你比他高一点 你赢不去钱 所以忠贞就背后算计李武上 他怎么算计 我把这过程跟你说说 你看看这个人心 有一天 李武上在家 忠贞也在他家里 忠贞背后研究好了一个开局 就是走到中盘的时候 故意卖个破绽 好像白送一马 其实后边浮涌 把车打死的妙招 他把这研究好了 跟李武上两人下棋 这两个人过招都挺正式 摆上噼里啪啦 开始走 要走到这时候 忠贞马三进四一跳 刚跳完了 不行 就把他骂拿回 这白给你吃了不行 缓一招 李武上就来气了 我说忠贞 咱们这么长时间下棋 这个水平的哪有缓棋的 你丢人不丢人 那这不行 我这眼光招明显走差了 这马白给你 不行 李武上也急了 哪有你这么干的 你这还是越东三胜四大天王 还毁齐 你要脸不要脸了 这俩人这不就枪起火来了 这一枪火 忠贞来气了 当然是假装生气 从旁边拿起一张报纸 把棋盘扣住了 姓李的 今儿你别怪哥哥跟你翻脸 就这么点事咋俩玩 没人见没人看的 怕什么的 我毁着急 你信不信 这马 我不是小瞧你 这马白给你吃了 你就吃了我这马 我一样赢你 你信不信 李武上也急了 干嘛你 就咱俩这水瓶 你让过我马 你还能赢 你出一把你 这不俩人就枪火吗 忠贞人说 好 咱谁别看 我把这棋扣上了 咱俩现在就堵的 我这马没了 我最少能跟你合 你敢不敢堵 五十大样 李武上也不傻 一边跟他对付着嘴 一边脑子里琢磨 他把马送上来 让我吃了 当然 后边拂有打车的妙手 这是忠贞人研究出来 李武上不知道 李武上一琢磨 你丢个马 我还赢不了你 你还要合 你死输不疑 李武上说 好 五十大洋就五十大洋 掏出五十大洋 一压 忠贞一压 这时候报纸掀开 再接着走 可这个局面 忠贞人早都研究透了 七里卡山把李武上赢了 你知道吗 要不说下象棋的人这心思深 你就说这个套设的 故意逗你上当 还是我前面说的 淹死灰水 打死江嘴的 李武上不是不知道中间有这些套 可是一时气往上壮 一时失察 上了大当 输了五十大洋 所以我说一千到一万 这个采棋 我感觉总归 它并不是人间正道 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 那采棋得存在 为啥 这么多下象棋的都有多少人 就指着下采棋吃饭 确实是 在中国民间 尤其什么市里冠军 县里冠军 农村冠军 不少人指着吃饭 我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说 如果你喜欢象棋 以这个为职业 除非你进各专业队 走正规的程序 像现在我们看到特异大师 国家大师 否则的话 你要就靠采棋吃饭 我不客气说 你就是不务正业 为什么 这个赌博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 再有一点就是你看这些以采棋卫生的下象棋的一个个穷搜的那个可怜的 算机一天就琢磨挣着点钱也不容易 你何必呢 你有一份正当的职业 然后业余时间 我来下象棋 把它当成爱好 你就能摆脱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我们民间有时候下象棋的人很多 有时候民间的象棋棋手 别人有时候瞧不起 跟什么 跟我们自己这行不自强 不自心 不自爱 有直接关系 你说你为了这个 一百两百的 挖空心思 使各种骗术 值得吗 你人搁哪去了 咱们有绑了力气干点别的 业余时间我们严调向其 以其会有 有的人说采棋也以其会有 扯淡 你天天琢磨挥人钱 有句话叫喝酒把人喝厚子 耍钱把人耍薄了 你上哪交棚去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要以采棋为生 有别的谋生手段 然后拿这个当个乐趣 这才叫以其会有 有的人说那不动点采没意思 两种办法 一种动完采大伙吃饭去 为第三产业做贡献 我说过这个 我说大伙打麻将 打完麻将 你看今天你赢明天他赢 最后谁赢了 都让饭店赢去了 打完了吃饭 你不管怎么促进第三产业 也算给国家交了税了 好事 第二种方法的是 茶馆的老板你组织组织 不是也是有的人想赢俩钱 那好 你把他们组织了一块 就等于打场团体赛 这边三台 这边三台 对着来 有博彩的放的是 算什么 报名费 然后哪伙赢来 报名费都给你了 另外一会给留点纪念品 什么就得了 是不是也显得以其会友 亮灯点 而且就绕开了博彩赌博 这个不好的名声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最好不要动彩 实在非动彩不可的时候 也不要到自己承受不了那个限度 采琪在过去推动了向心的发展 在今天看 没那么重大意义 为啥互联网时代来到了 大家想学齐有很多的方便条件 你可以看一看咱们《象棋世界》节目这些特异大师给你讲的齐 同样是提高很好的手段 而不用采用这种违背道德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采琪方式给自己掌琪 你要真的吊到里头 那才叫意识足成千古恨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看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象棋世界》 接下来我们有请象棋特辑大师郭立平和骑鞋大师李鹏 为您带来2013QQ游戏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击联赛的精彩对局 让我们有请两位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象棋世界》节目 那今天我们为各位旗友带来的是QQ游戏天下奇异2013 全国象棋甲击联赛第11轮的精彩对局 那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看的是来自两位年轻棋手的一盘棋 红方是来自河北金环钢构象棋队的象棋大师陈冲 黑方是来自湖南象棋队的张蓝天 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的过程 这盘棋是以过攻炮来开局的 过攻炮对左中炮 对左中炮 其实这个布局我们在给大家介绍的精彩对局当中还是出现的相对比较少 先跳马 红方进兵 这都非常正常下到这儿 黑方横拘 有一个快速出击控制红方六路线的这么一个作用以后有一个近距压码这样一个反击手段 那么这个棋下到这儿属于正常的一个格局 黑方现在选择的是冰武锦翼 那么红方实战中选择冰三级 曾经有骑手走过炮八斤四 这个直接就 对 它主要目的就是封锁你的盘头马的进攻路线 如果你要是拱兵 他进居在帮助这个红炮的封锁 这也是一种常用的战士手段 黑方恐怕要对炮 然后红方再退回来防御 这个狙炮配合就是封锁住黑方的足临线 可以压马 可以打击 那么这盘棋 红方没有选择常用的过河炮的手段 选择了冰三级一 这个也是常有出现的下方 那么红方现在还是选择了炮八斤四 这招还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也有选择炮六平四的变化 就是调整阵型 这是过攻炮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经常只知识不飞向 就是它自己的炮 保留一个空间来正行 这样形成了一反攻马的局面 那么这盘棋 红方下的还是很积极 它没有走成反攻马 走成了炮八斤四 那么黑方 它在按照原定计划 就是过河鞠之后准备弃兵 那么它计划的目的 主要还是为了盘头马的出击 骑兵以后 这个马可以盘轻而出 今后可以在鞠的支持下 完了 鞠马炮在中路展开攻势 其实这个骑 大家可以有一个鲜明的认识 就是说 红方阵型比较工整 而且两头蛇都挺起来了 就马全兵开得非常好 那么黑方也只有中路一条路线 可以进行一个突破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两个战术之间的一种较量 对 那么红方 黑方 黑方现在足五级 他再送一兵 目的还是为了盘头马今后的出路 这个畅通 大家可以在很多先手中炮盘头马的时候 也是可以借鉴这种盘行而出的办法 他先不着急 有的朋友可能就先盘马然后再冲兵 对 那么有时候速度就会减慢 对 没错 那么这盘棋就告诉大家可以先送掉两个兵 然后给马的出击创造更好的条件 那么红方现在这招棋实战中走的是 捐尔近五 捐尔近五 很强硬 但是可能相对要稳健一些的介绍给大家 就是环中炮 这也是他不是不飞向的原因 可以考虑环中炮 这是一个下法 实战中非常强硬 暴击核 我觉得这个棋陈冲应该是有所攻破 应该有所有备而来 而且他主要的目的 防兵之后他有跑八平七的手法 对 有这个反击 仍然保持对黑方的过河子的这种限制 就是说你不是随便就可以冲出来的 对 齐核鞋 这次进武 齐核鞋 齐住 那么实战中黑方走的是足武精英 足武精英直接冲了 这招棋的感觉可能跟他前面的计划有脱节的地方 因为他的计划就是中炮 盘头马 过河鞠的配合 齐一种可能可以考虑直接盘马就直接出来了 这是一种下法 当然还有可以更激烈的 也可能可以考虑足齐一族 再齐一族 就是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 这是一种下法 但实战当中他直接冲 直接把中兵吃掉了 这招冲好像前后的计划有点问题 有点矛盾 打局 打局好奇 那么红方就抓住了这一瞬间的机会 黑方动手有点慢 就红方的走马就盘旋而出了 接着登居 那么黑方也有他的计算 他的计算是退居捉马吃兵 好像也很巧妙 那么黑方下一步吃 这招吃兵确实很巧 对 就是说 红方现在这个象不能往中间飞 对 因为如果你飞人就直接吃掉 直接把这象吃了 完了就什么摆个中居 马上就要有一些攻势了 没错 这个地方 好像红方很难办 红方中路太空了 但这个时候也是本局的第一个精华所在 这时候红方下着了一个巧手 既然中象不能飞 马又不太好逃 因为马逃了会丢底象 回马也不甘心 他这时候下出了一个象三轻衣 非常巧的一招棋 也是战术手段 这招棋的战术依据在哪 就假设说你把马吃掉 非常巧 我觉得你看 它有一个炮击底式的一个闪击 闪击非常厉害 闪击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两个狙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这个有一个大狙的这么一个 这个局面下黑方肯定不能吃狙 只有退马吃 然后吃 吃回来 对 那么这个局面很明显 一招二之后 红方的所有子力都在前线 对 圣氏 圣氏 简单的说就是红方圣氏 所以这个题 可以飞 这还不行 黑方也是只有暂时先压住你 我象飞起来了 你就没有吃底象的杀招了 我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吃掉了 对 等于中足白吃 那么红方现在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对 那么黑方足进一 红方平淘一打 这个局也不好逃 逃了受不了 那么先进马吃 所以黑方非常无奈的进行了这么一个转换 那么这个转换它又白丢了一个象 对 打掉 打掉 一将 不是 然后红方再把马吃掉 这时候下了一个G平二 对 那么这个时候红方下的就是不够积极 可能更积极一点 这个相对比较稳健一些 先牵住 然后我今后再对个炮什么的 你这个子力很分散 那么红方可能对这个形势估计也是稍微显得有些乐观 他现在走了一个炮力平五 直接腰队 对 那么黑方也是抓住战机 积极的沉底炮 准备反击 红方越马 越马确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以后这个火交换掉 以后这个G随时可以侧应 对 这炮精升起来之后 我的G过来 那么黑方还是有危险的 对 但是黑方这时候其实要发现的话 它可以捐一根六 这样守住之后 攻守两立 有什么捉巷 还有过来捉马 或者平拘要杀 还有一些手段 结果它这时候走路上了一个档 它以为能吃掉这两个子之中的一个 对 没错 这是红方出了第二个妙手 对 红方先踩掉 也是这个一举锁定了圣局 这盘棋两个关键点 它的妙手就是这个叫鞭打二怪 这边打G那边打马 有人说我这一吃 那他一打 就跟虫泡浆 G就丢了 所以他不敢 先退一步 退一步你倒不敢吃了 你吃给丢炮了 对 那么红方现在他的战略目的达到了 桌 这个马不能退 这马一推一边炮就完了 马上不行了 还是宝 被迫的 手指 如果交换这边烙着炮也不行 那么红方就退个炮 退炮 黑方 先送足 先送足 红方现在紧逼 对 那么下一招炮三平四 还是得子 得子 那么黑方退炮 又想了一个手 你炮三平四 我马八退六 可以腰队 但是红方不着急了 这时候你这无根骑马已经被拖死了 对 不着急 早晚要丢这个子 那么黑方一看无法脱身 他还是想办法要对居 当然我们客观讲 现在你少炮少兵 肯定是败是一定的 关键有中炮的威慑 已经是很难办了 对 那么红方现在很冷静的 一看这子一时半会吃不到 对 炮三平一是准备 这边有打 这边有闪 有做沙 什么中路平边都有做沙 所以这个棋真的是很难硬了 那么黑方 实际现在黑方要顽强一点 可能还可以part一 part一 如果你在杀 我就挡着你 挡着你 我就生生地挡着 如果你打向 我就挡居 但是这个棋 就是红方云控制局面 实际上也是只是顽强的抵抗而已 也只是怎么说 一厢情愿的防守 时间问题 因为即便是你守住 我这个兵就一直往下冲 就冲下去了 也很难硬了 对 那么这实战中 黑方当时可能 也忽略 略是时间太长了 压力很大 也忽略了对方的手段 急于对居 说想万一对掉居 我可能还能下一下 没错 但没想到 红方叫杀 这一闪击 直接就 下到这 红方已经给黑方制造成了一个绝杀 没错 他就只能投资认出了 出将就打将 对 出将也是一个连杀 你还得进去 你知识就直接杀 进去这边是一个 天地跑门宫 然后你知识还是将死 那么黑方没有办法 没有解了 下到这 那么红方走完炮平七之后要杀 黑方就认负了 所以这一盘棋 陈冲也为河北金黄刚顾队立了一功 直接又赢了湖南队的场分 又赢了局分 这盘棋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周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感谢郭立平和李鹏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评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气说楚和汉界品味人间万象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